大家好,我是Nine Nine今天要來跟大家講 來補我手上這一個口罩 那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手上這一個口罩 它這裡是用滾邊去處理的 那它就是上面也陷掉了 所以這裡就是 陷掉然後這裡就是開了一個小小的洞 等一下我要補這個洞 然後我順便要講 然後還有它這裡沒有車好 所以等一下我就是 因為剛好它這裡已經 那個開了一個小洞 所以我從這邊會 我會從這邊拆到這裡 就是順便把這裡補起來 然後還有它這種 上面的地方就是有車鐵絲 然後你可以撥開看 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就是把它這一個鐵絲 然後車在這個布上面這樣子 對,但是 如果說你要把鐵絲 車在你的布上面的話 那可能你的針要換很出 不然會很容易斷掉這樣 我們現在把這裡 把這個線拆掉 因為它看我這裡沒有車到 然後我順便把它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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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有一天你發現你的那個滾邊 也是像我這樣子 掉了啦 然後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不用說 就是不知道什麼去處理 我會車給你看 我會車給你看 好 把線拆掉它就是長這樣 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滾邊條 然後 這是我的那個布 跟它那個 車在布上面的鐵絲 那現在我要怎麼車 因為它 你就是現在把你的滾邊條 大概放在你的那個 把布放在滾邊條 置中的位置 然後就是右手按著 然後這樣車 車的時候呢 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 不要車到你的鐵絲這樣 那我 我故意用其他的顏色 故意用其他的顏色 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記得車的時候 頭尾都要到這裡 好 那你就是車的時候 手指頭按著 然後我的鐵絲大概是在這裡 大概是在 大概 我的鐵絲是在這裡 所以我只能車到這裡 對 所以你車的時候小心一點 對 如果你很 很害怕的話 就是你不要車太快 然後慢慢車 然後這裡 它沒有車到的地方 我用錘子把它撥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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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的裂縫就是像這樣子 把它補起來 那你會發現這裡 這裡有一小段我沒有車到的話 對 因為就是剛剛我那個車的時候 這邊的布沒有往下拉一點 所以就是 就是 把它用車頭推下來一點 然後再車一次 然後再車一次 對 然後 這裡 好像有一小段沒有車到 如果說 你像我一樣 就是 正面有車到 可是我的背面 卻沒有車到的話 你可以從背面這裡 然後再車一次 這樣它就會 就是可以確保它一定會車到這樣子 對 如果說你的口罩 是像我一樣 就是有一天 它的滾邊條的線掉的話 你可以 你就是像我這樣子 就是 把你那個滾邊條 那個裂開的滾邊條 用手指頭按住 然後下去去補 那你也可以用手縫 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